5月18日 陈军15年的雨泉兄弟俩在北京保力剧院举办答谢会 当晚雨凡的老婆白百合早早到场 因人意外的是导演福晓刚也宣称观众席 与李成文章黄建祥等一同观看了这场演唱会 而在雨泉兄弟俩换衣服的空档 上台穿成的黄建祥李成可是将气氛吵得十分热烈 眼瞅着主场风头被抢 雨泉兄弟俩认识在观众的要求下 郭出去了上演了一出同性之吻 都说人红是非多 两人在我是歌手中改变了热光里的妈妈 因为没有经验作者同意 而被告金钱 对此心底俩也首次对于了回应 听说了自己成为一个连带被告 当然这个事情其实真正出面应该解决的是制作单位 我们还没有问制作单位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当时唱错词了 是我唱错词 你还好唱错词了 对对对 而且女儿一长大 我们说唱孩儿也更符合于语权 而且这种修改 我觉得老师前辈们应该理解 当然当然 如果是说从法律上来讲 真是有它的这个一个案例可取之处的话 我们希望为此语作者争取最大的权利 这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也是其中之一 约顾娱乐播报张念 回忆轮北京报道 没关系 回忆轮北京报道 我们下轮北京报道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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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